桃園市议员谢美英在市政总质询室 关心桃園校园防疫跟儿童疫苗施打行息 有许多家长询问已经确诊过的孩子 究竟要何时才能接种疫苗 卫生局回应确诊后三个月就能打 确诊的孩子康复之后 是不是可以马上打疫苗 还是说必须间隔多久的时间 三天五天七天十天半个月 才可以施打疫苗 三个月 三个月后 所以等于是他如果确诊了 到三个月时间之内 他完全没有 这种疫苗 目前的政策也不能打 所以就是这个三个月时间 请确实让家长有疑虑 我们会先打 他是不必打 也不能打 我们有记录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呼应了 方建友传说 确诊者有三个月的一个防护力的 叫做你一起 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三个月的时间 目前的政策是这样 另外还有家长反映学校教学模式多变 让老师跟学生都不知道要怎么上课 目前虽然以远距为主 以周围单位滚动式调整 议员还是希望能定一个明确的时间 不要一直变 没有 现在没有那个 现在是全部远距教学 是全国一致 现在是说无力在家照顾的 可以到学校有照顾专班的教室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混成教学 现在都是远距教学 其实之前有学校存在这样个别班级 并不是整个学校要求这样 而是依班级 事实上在提高的 所以我们现在确诊率11% 那当然有可能 一个学校那么大一两千人 当然有可能同班同学会有再确诊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 我们很早就采取远距教学的方案 那希望说以周围单位 等疫情收敛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恢复实体课程 桃园市宣布6月10号前 要完成全市195所国小入校接种疫苗 但也有家长表示 为何签了同意书 不能马上打 还得等排成 速度不能再加快吗 希望我们就是说 现在6月10号前 195所学校600个幼儿园 都会集中到学校打完 第二个我们开放4所学校打两天 用表单预约5岁到6岁 那现在还在预约 另外我们开个大型的接种站 大概可以打到5000人 5岁到11岁 所以我们怕的或担心的家长 我们用另外两种补充方式 他也不用到医院或诊所去打 事实上这打的方式有5种 所以他可以选择配合学校的期程 也可以就进到医疗院所接种站去 也可以 我们这个所谓的预约接种站 也可以去打 那就请卫生局这个部分宣导 在座的更详实一点 市长回应学童疫苗开放5种管道施打 不想跟学校排成 还可以到大型接种站 医疗院所等地方接种 家长可以自行选择 对于接种选择跟接种须知 都会再加强宣导 记者六位一头一报道 也就已经公开了 谢谢大家